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诚哥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是以后我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你的 好吗 站住 没受伤吗 多些侯爷关心 我没事 诚哥 以后 再敢如此无礼 我罚你三日不能出门 父亲 我想母亲了 你去把母亲接回来吧 好不好 这件事 不要再提了 他不会回来的 赵云 待会儿你带几个人 把屋里面的东西都清出去 侯爷 快去 快去 是啊 侯爷 母亲 我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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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哥 正哥 我要母亲 正哥 正哥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 你跑到这儿来了呢 啊 快把正哥带回去 我要母亲 我要母亲 正哥 我们走 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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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我要母亲 我送你回去吧 多谢侯爷 太纷针这么说 千真万切 人几十骗过你啊 太好了 只要我怀上身孕 我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但是啊 这事儿 不能操之过急 得从长计议才是 娘 你放心吧 我都明白的 我等得起 如今侯爷对我 已经不似往日内般冰冷了 没事 她还担心我受伤 特意送我回来呢 我就说嘛 这侯爷 怎么可能看不上我的女儿啊 哈哈哈哈哈哈 果然呢 罗石英娘就是我最大的绊脚石 如今把她赶走了 侯爷对我就是不一样了 我总算是苦尽赶来了 那你就赶紧抓紧时间 早日诞下子嗣才是啊 娘你放心 如今侯爷眼里有了我 诞下子嗣 就是迟早的事 过不了多久 我就是永平侯夫人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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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可是 这近几日 我发觉着罗家的人 还在四处搜寻明镜的下落 定是那罗氏姨娘不死心 想要找到明镜翻身 娘 你可都安排好了 倒是这明镜已经出城了 应该出不了岔子的 娘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不如你再派人去确认一下吧 最好 让他永远都别回来了 好